大家好,我是刘红云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真方吧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经历啊 很多人吃火锅,吃烧烤 然后呢我们北方呢 一般家里普遍的用的都是地暖 那地暖呢好处就是什么特别暖和 缺点是什么特别容易引起上火 所以呢就是上火的人就特别多 有些时候就是一上火了之后 整个感觉嗓子疼 说不出话来 说就是我咽口吐嘛 都确实疼 像这种情况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处理方法 都是在绍伤伤扬刺血 那这个呢绍伤伤扬刺血 是专门针对嗓子疼的 一般呢就是刺完了之后 你会觉得胸口马上就变得 凉凉的一股凉气上来 觉得嗓子疼就好很多 那其实呢在绍伤伤扬刺完血之后 我们有一个穴位 如果你能再加上这个穴位 效果会更好 这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火串穴 火串是董事齐穴的一个穴位 但是呢它和传统的织勾穴位置相符 在哪呢就是在我们的万倍横文的终点 然后上三寸啊就是我们的火串 也其实就是我们传统的织勾穴 那为什么让大家加上这个穴位呢 因为这个你看你上火之后 一个就是就是吞咽困难 一个就是嗓子疼说不出话来 对吧 这个穴位它属于什么 它属于我们绍阳经的经穴 就是五书穴里的景经书经和的经穴 那我们这个黄帝内经里 关于五书穴的记载 他有句话叫 病变于阴者取之经 什么意思啊 就是如果这个病 导致我这个声音的改变 或者我发音器官的一些病变 然后我们就可以取它的经穴 那你看这个不就是嗓子疼 说不出话来了吗 或者吞咽困难 所以呢我们在绍商商扬 先在这刺血 刺完血之后再扎上火串血 它就效果会来得更快更好 好今天呢关于这个方式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懂事齐穴 请大家继续关注